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十一玉兰 花莲私立黎明教养院和花莲东区老人之家 爆发了院内的群聚感染 约有183人感染了新冠病毒 花莲县卫生局在3号记者会当中就表示 黎明院生和员工都已经打满了三剂的疫苗 症状皆为轻症 不过因为管控不易 目前都将确诊者集中在高楼层来隔离 而东区防疫指挥中心也在第一时间 积极地介入协助 期盼将影响降到最低 花莲疫情持续延烧 3日新增428例确诊个案 再次突破新高 且线内有两间长照机构爆发院内感染 共有183人染疫 对此花莲县卫生局表示 两间长照机构发生感染后 东区防疫指挥官也在第一时间带领防疫医护 前往了解感染状况及防疫措施 黎明教养院的部分 他从4月28号 就有一个指标个案 然后感染之后造成黎明教养院内的感染 到目前为止 到5月2号为止 总共感染的员工有14人 月生有57人 加起来一共71人 当黎明教养院发生了感染之后 其实我想我们的县府以及我们的东区的防疫单位都非常非常重视 其实黎明教养院它本身它平常这种照护机构 它本身就是跟门路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疗照护的关系 所以这一次门路院一旦有发生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门路院也非常积极的进去 然后帮他们所有的员工做全院的快筛 做筛检 自从4月28号开始 我们有一名服务对象发烧了 我们紧急送医急诊 然后也经由PCR的部分 我们知道了它是阳性反应 那回来教养院之后呢 我们就进行了隔离 接续在4月29号 东区指挥官妙医师以及他的团队 特别来到黎明教养院 给予我们指导以及鼓励 那我们也遵从指示 将我们的7楼集中管理 这段时间我们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 日以继日的再提供细心的照顾服务 让我们的服务对象可以安心 当然我们家长也在这段时间 成为我们最大的帮助之一 家长们积极资源连结 为黎明筹措防疫物资 最后跟关系黎明的朋友说明的是 目前我们教养院118位的服务对象 还有78名的工作人员 我们在第三季的施打率都高达98%以上 这一点也请关系黎明的你们放心 目前我们的服务对象从发烧之后 我们就有服药 那服药之后到目前为止 状况大概是以轻症为主 也就是咳嗽流鼻水 那也请大家放心 我们的服务对象目前一切平安 东区老人之家上月24日出现指标个案后 布立花莲医院第一时间进行普塞 结果均为阴性 但26日还是有人确诊 截至目前已有40名员工 72位住民染疫 黎明教养院则是在上月28日出现指标个案 已有14名员工57位院生染疫 县长徐正蔚一日也前往两处 赠送防疫物资 期盼将影响降到最低 记者长帮夜华临时报导